Y. 梦. 笔. 记. 也在自家门前路原乡边时,铺上了深墨绿色的地毯,不知道是地形还是材料的关系,他们始终没能将地毯铺好。 因觉得无聊,我于是就回入了屋内。 只觉家里四壁突然,窗外远处的景色寂静而美好。 老婆说,谁谁谁要搬家了。 我感觉我们也正准备要搬家的样子,不然为何家里空荡荡的。 老婆又说,Amy的老公说,他们先不搬了。 只等到要退休时再搬。 搬家太麻烦了。 想好要去哪儿退休时,再一起把家搬了比较省事。 我觉得他说得也对。 但不论如何我的家目前已经是空空如也了。 我于是回答说,东西都搬完了,这样整理房子,粉刷墙壁比较方便,一下子就可以粉刷完毕。 正说话之间,有人送来礼物两件。 我接了礼物进来,有一束像棉花糖形状,用紫红色塑胶带包裹的东西,于是就将它拿给了老婆。 老婆笑着揭开了它。 想试一束花吧。 我打开另一件礼物,探见有几只残宝宝正努力地在啃食桑叶。 旁边还有几只虫,像区区一般的大小,在注意看时,边边的小气球边有一只牛,还有一只马。 也正努力地在吃饲料。 感觉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长大。 一只残虫回头一咬,把一只曲曲吃掉了。 我心想,牛儿呀,马儿呀,你们快快长大,别被残虫吃掉了。 你们长大了,我就可以开个农场了。 呵呵呵呵。 我把那气球吹了一下,气球就鼓了起来。 然后家里的小花猫靠近我来,说它肚子饿了。 我就拿了一个肉包子,拨开了一块喂它吃,索性整个肉包就给它吃了。 一转眼肉包子不见了,感情小花真的饿了,一口把肉包子吞了。 然后一家子七八个人,围坐在一张大圆桌。 我的左手坐着一人,在左一个位置被小花猫占了。 小花前面的盘子上盛满了三碗高的白米饭。 我的盘子也盛满了两碗高的白米饭。 小花伸长了脖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吃了。 其他人都还没做定位呢。 只见小花猫拿起了叉子,插了一口白饭吃浆起来。 我要旁坐的人帮它一下,剥歇饭到地上,别让猫儿糟蹋了三碗白米饭。 老婆说,随它去吧。 我觉得还是不好。 小花怎可能吃下这三碗饭。 糟蹋粮食可不太好。 正在犹豫之间,我就醒了。 正是,谁知盘中餐,历历皆辛苦。 好,这就是这回的怪梦笔记。 喜欢的话,请订阅,按赞,并转发。 谢谢。 我们下次梦中再见。 拜拜。